請你跟我這樣過 嚴重掃除洗刷刷 再小心中毒害全家 怎麼辦呢 這聽起來好恐怖喔 是啊 嚴重大掃除 家中廚房浴室 藏污納垢這麼多 清潔劑肯定用不少 但你對這些瓶瓶罐罐 真的了解嗎 你知道要是錯誤使用 輕則頭暈目眩 噁心中毒 嚴重的話 可是會引發神經病變 終身遺憾喔 到底面對不同玩夠 應該如何正確清理 而又有哪些不傷身又有效的 清潔廟房 能夠在家自己DIY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 化學教授吳嘉誠 醫藥記者洪素卿 家室女巫林樹芬 及三位藝人 曾雅蘭 李冠儀 小Call 要來一起討論喔 歐華我們夜室的眾所見之 你是一個非常賢慧的嫌妻 在家裡面做家室 這個公公婆婆這個誇獎不斷 是 請嗎 什麼 我覺得感覺你是很虛偽 不要這樣講 太交代了 因為公婆有開節目 是 OK 好了 但是大掃除一定要 為了要清潔 效率好 會用清潔劑嗎 多少吧 但是會盡量選一些 比較天然的 因為知道老公的身體要顧嗎 很好 萬一不小心不天然的 都是你去擦嗎 對 一定的 對 很辛苦 我們這個客家的血統在身上 一定克苦難 太棒了 但是你知道 你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健康 危險性 為什麼 因為在美國有根據一個統計 如果說在家庭打掃 一年下來統計 有家庭中毒的案件 五百萬到一千萬的家庭 這個狀況 而且裡面的受害者 大部分都是兒童 對 真的 為什麼 怎麼這麼可怕 怎麼在地上爬 對 用手觸 可是還是要掃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去拿捏 是的 今天我們後來 教大家好不好 過年大掃除一定要 但是不能掃完了 家裡很漂亮 自己不健康 對不對 我們現在了解一下 三位藝人 你們在家裡面 有沒有自己在大掃除上面 比如說 打掃現在是最辛苦 最煩惱的 有沒有 有 有 是不是 來 灌一些 像我的話 我覺得是一些 比較卡卡角死角的地方 比如說像我家 是屬於挑高的 那對於比較上面的地方 就會輕不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到市面上去找了很多東西 包括是那種 有像那種桿子很長 一根 它可以接接接 然後接好幾截 然後直接就可以弄到頂 包括像那種 比如挑高的頂 天花板 然後要不然就是說 冰箱的死角處 就是比較後面的地方 因為女孩子比較不方便 就是把東西重物拉出來 對 所以一些死角的地方 那就摳隔壁小李小王 過來幫個忙我就好了 真的 有一次我摳樓下管理員 他還幫我關氣 真的有啊 真的 因為氣窗太高了 都關不到 那關氣窗 請他順便清一下軌道 玻璃擦乾淨 幫你樓下指紋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就因為這樣 我發明了一種東西 我現在秀給大家看 你看 這個東西看起來很不吉人 好噁心 對不對 是嗎 不是 海參嘛 而且你的襪子有沒有洗 不是 這是很輕鬆的襪子 就是把它丟掉的 已經洗過了啦 那這個下面就是 一般的那個衣架 把它折成這樣子 U型的 然後中間呢 就是包了那個毛巾 裡面包毛巾 之後外面套了那個 就是襪子 那如果呢 你要那個 譬如說你剛剛說那個 溝槽的地方 還可以塑形 他就轉彎 好聰明喔 等一下... 你們家窗戶的軌道 最好有這麼寬啊 可是這樣可以插得到 是他冰箱的那個 後面的地方 所以弄不到 或者是沙發下面 有沒有 現在繳繳去的地方 對不對 好 雅蘭 對我來說 我家裡清潔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不留 對 但是我覺得 只有一樣我覺得 我比較沒辦法解決 就是牆筆 因為小孩子 常常 我不知道 他說他沒有故意去畫 可是動不動 牆上就會有原子筆 這樣揮一刀 對 我就整個嚇傻了 如果是鉛筆 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鉛筆我可以用橡皮擦 對 慢慢地擦掉 但如果是原子筆 真的 很討厭 可是聽說你都跪在地上擦地板 對 一定 不是 真的 剛剛好像不是這樣 剛剛聽到好像有不幸的 我又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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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不是 難怪你跪著膝蓋這麼黑 被發現 不是 因為我有潔癖 所以我擦地板 我一定都要跪著擦 我覺得用拖把 我會覺得脫不乾淨 所以我一定都要用手擦 而且我又不習慣戴手套 因為只要戴手套我就覺得會 對 不會做事 他就是沒有那個觸感 對 會很像殘障這樣 所以我就沒有 我都會是跪在地上 然後腰很痠 而且我的個性是那一種 沒有整理完 譬如說廚房 浴室 客廳 然後房間 我沒有打掃完 我是不吃飯 不睡覺的 難怪你越來越瘦 我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覺得 越來越瘦嗎 不是 他們是被苦毒 這個時候 感覺我正在虐待他 不是喔 這是他的個性問題喔 不是 而且你知道 我那時候沒有吃晚飯 然後我還在打掃 有人回來 他就說 你掃完了嗎 我說還沒 然後他就說 那 我先睡囉 我說好 快幫忙啦 整理耶 整理到早上 譬如我整理到半夜兩點 然後早上起來 他也不聞不問喔 然後他只說 就是這樣 好了 這位曾小姐 請不要離題 這邊 下面抱怨大會的 對 然後有點的感覺 很恐怖的 難怪 小Call要趕快接話 難怪我今天就覺得 頭皮有點麻 好 來 小Call 我自己本身是紗窗 因為其實我們家 就是紗窗 我不太會把它 那個 拆下來 我不會拆下來 而且我覺得要洗 它的面積很大 然後我覺得怎麼樣沖的話 它上面還是會有那個灰塵在上面 對 然後我就會很懶得用 所以現在都 對 就剛才 找那個 就是師傅來重新換新的就好 一年換紗窗 每年的 那種紗窗啊 你會不會搞太大 不是 換裡面的紗就好了 對 可是很麻煩啊 妳是洗一洗OK啊 現在的話 有請阿姨啦 阿姨可能就會幫我去 處理紗窗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家其實住的是比較高 因為我住在三區 然後是住四樓 所以其實我有一大面的那個玻璃 但是那一片大玻璃 我總不能到外面去 擦 那個很麻煩 對 對 所以非常非常的霧 但是我也不知道阿姨怎麼樣清洗 那個地方我就真的完全不行 它都會把它擦的 對 那下次妳可以走 我一定可以叫我阿姨 對 我自己跑出去窗戶外面擦耶 但是它 妳跑到外面擦 對啊 會不會有一種工具 是這樣長型的 然後一面是刮板 一面是刮板 沒有 我跟妳講 我們通通用過 以前它有出那個擦玻璃 不是兩個吸柱有沒有 對 然後妳這邊動 它就跟著動有沒有 兩面擦有沒有不好用 那邊擦不乾淨 因為妳只要動作一塊 它另外一邊就掉了 對 所以我就站出去 然後用類似這種 有比較長一點的有沒有 然後妳把那個清潔劑 它有一面是濕的嘛 搓一搓之後 然後我就站出去 因為我們家很高十幾樓 然後我就站出去 這樣子一個一個刮 這是什麼 那妳那時候在旁邊是 看電視 沒有... 這樣子就不是人了 我在那邊有幫她喊 加油 好 來 又什麼 對 最重要的是 就是清理沙窗 因為一年一次 也是沙窗 一年只清理一次 那站在高處的時候 我要非常地小心 因為我有非常嚴重的 聚高症 是 我有嚴重的 骨質疏鬆症 摔下來的... 摔下來的... 摔下來的話一定會... 是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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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清理沙窗非常困擔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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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大概有三种类的伤害 是最常见的 第一种类就是所谓的 筋骨肌肉相关的疾病 对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 那些复健科医生 一排出来大家都笑 他说 以过年期间 扫除常见的筋骨痠痛疾病 大概八大部位 我想全身才几大部位 八大部位 对 依据排行榜 依据是肩部 肘部 腰部 椎间盘 膝盖 更妙的还会有头疼的问题 以及呢 还有脊椎压 因为你有时候东西一直抬 对 甚至连手都麻的感觉 所以这几个部位都是 一般来讲是大扫除期间 他们门诊最常接到这种 说这里疼 这里疼 就是这种骨骼肌肉的问题 第二大类就危险性 就再高一点点 就是意外伤害了 像包括刚刚 如果你五楼一定要下来 五楼倒下来 其实一般统计以前是 三楼就会致命的 所以五楼就算没有骨松 也是会致命的 就之前就有人 就是用那个蚂蚁去弄的时候 摔下来 你以为说蚂蚁没有很高 对不对 摔下来整个髋关节骨折 住院后来就没再回来了 也是有的 所以意外上还包括割伤 比如说像换灯泡 或者擦窗户 有些人训到会把它弄破之类的 这都有 那第三名就是这种 奇怪就化学系的事件 像之前荣总曾经接到过一个 他也是打扫的时候 小朋友的中毒个案 他的情况是这样子 妈妈通常就在那边 扫的时候很认真 小朋友就在旁边玩了 这时候那小朋友就发现 妈妈拿出一个很妙的东西 是一罐东西里面 一颗一颗白白的样子的东西 其实那是通水管的 那他摆这东西 妈妈可能就丢下去水管 等他通嘛 那先去做别的 对不对 两个小兄弟呢 就开始在那边玩大作战 就把那个当子弹 就把那个颗粒 就是轰水管 所以应该是抢捡 两个拿子弹就互丢 互丢 就留在身上 有没有 有些吊在身上就 小孩子真的不懂 对 因为所以你在打扫期间 这些所有的清洁剂 或强碱强酸类的用品 一定要记得 先收好你再去那个 不然小朋友在旁边 你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真的 那当然大人也有受害 也是会中毒 所以这三大类 其实是打扫期间 最常出现的 因为我还听我朋友讲过 然后他说他小孩 就差一点曾经 因为小朋友 他哪懂脏脑丸 看到造型 一粒在那边以为可以啃 拿起来就要准备 他以为是糖果 所以很多才是真的非常危险 好 不过呢 我们现在把家里面的大扫厨 稍微拆解部位了 厨房应该可以说 是大家最难扫的了吧 真的 有腻腻的啊 对 好 所以厨房辛苦在哪里 怎么清洁 有没有配偶呢 来 冠言 其实厨房啊 如果说为时清洁 最大的配偶就是不要用它 有点太多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有清派 那是你们的小孩啊 不是有道理吗 不是有道理 那你刚才不要付家伙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每天做 你就不用等到年底大扫厨 对 当然 你就很辛苦了 比如说像我家是那个卤素炉 就是它不是像那种 有火的那一种的 可是每次比如我煮一些汤 或什么的 它就会 就是汤汁出来的时候 它会浇掉嘛 在那个卤素的那个炉面 对 就是像电磁炉一样 干掉的时候 你不能够用东西去刮它 尤其是像这种的 对 像这种的 刚刷 可是因为你看到它焦掉 一整个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很紧张 不知道用刮刀 还是用什么小刀片去 可是其实都会刮上那个炉面 而且又很贵 所以那时候我问了很多人 之后竟然有一个朋友 他们家的那个卤素卤 我去看每次都是新的 我说你都没在煮房 他说没有 它听电煮 他就教我 用这个 这个是那个 在汽车玻璃表面 我以为你是带着小茶冰淇淋 没有 就是这种的 然后他就说只要抹一点点 然后再加上 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磨砂的作用 你想汽车在外面跑 不是会有一些污汁或什么 在那个表面 就是玻璃表面 然后这个再只要剪一点点 然后你用一个小小的角 然后就是粘上去之后 然后你就直接在那个 焦掉的地方 干掉的地方 直接用化缘的那个方向 好像在帮它上什么保养品 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它就会融化掉 然后你再用清水把它 就是把它洗过 擦掉 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其实你看 这是很软的 就有点像我们化妆的那种 汗面 可是它里面有清洁剂 就是你现在用水 它就会起泡泡 那包括像那种 比如说你那个排油烟机 外壳那个东西 就可以用这个 它也不会伤到它 原本那个银色的那个颜色 所以厨房也有油漬的地方 都用这一块 这样下去 对 因为它不会伤任何的 那个颅具 够干净吗 我觉得很干净 还是你 还是 没有 我的人生目标 是把我家变成像展示屋一样 因为我随时随地 都想要把我房子卖掉 那 你卖药杀 又有很好的价钱嘛 所以你必须要维持 所有东西都很焕然异性 其实我有一个优惠 如果电磁炉 譬如说你 汤汁溢出来干掉 你可以用水 然后用厨房纸巾 稍微给它敷一下 它的那个干掉的地方 就会软化 软化之后 你用布擦掉就掉了 不用马上去这样子撸它 花一点时间 就等到它 对 要花一点时间 不花钱 不花钱 但首先要用冷水 还是要用热水 用温水 用温水就可以了 温水它比较 但是不能太湿 因为那电磁炉怕湿 所以你不能用太湿 就稍微像敷面膜一样 那种干度就可以了 湿 厉害... 小Call 我觉得厨房比较 因为我平常是 还蛮喜欢做菜的 所以在我们家 但是我们家也是 没有那种抽油烟机 我们家是电炉 所以的话 在电炉方面 我没有多大的问题 因为我只要擦干净 就一煮完就马上擦 其实它不会多涨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洗碗 洗碗槽 因为我们常常会吃一些 比较油腻的东西 那一洗完一次碗之后 你就会发现那上面 都是油漬 油垢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好烦 那我也不想要 天天清洗它 所以我就是去找了一些 就是一些小帮手来帮我 然后其实我的厨房的工具 还蛮多的 像我就喜欢用这个手上拿 因为我本身是 还蛮喜欢有香味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 就是清理我们的洗碗槽 然后你只要就是 这怎么好像洗澡 不是 它是洗 就是那个洗碗槽 然后可以洗得非常非常亮 就是你只要这样 一点点在抹布上 或者是就是湿布上面 你只要轻轻这样擦 然后再把它擦干 它就整个太刮布上 对 都可以 就会很亮 然后重点是 它有味道 真的吗 对 可是你穿这样不就没味道了 还是有一点点香味 真的 真的 它上面有写 比如这个 玫瑰味 有些味道是 就在脸的吧 没有 不是 它是有写瓦斯爐味 瓦斯爐 琉璃台跟桃菇 好奇怪 那请问一下 你有戴手套用吗 我想用 其实我现在会戴手套 因为其实如果有时候 不戴手套 我的手就会越来越就是 越来越干 然后会脱皮 那毕竟我也想要交入好门 所以我就上班手套这样一下 对 但是现在就开始 就是戴手套做家事 女性朋友做家事的目的 都不单纯 所以要带给手套这样子 才可以保养我的手部这样 那效果好吗 很好 一次就干净了 就不要我刷了半天 然后还没刷干净 那他应该很毒吧 我不会跟教授看 而且手会干耶 他还教你说 如果不小心喝到 该怎么处理 表示我在看 对啊 他说如果常见手不舒服 请戴手套使用 对 之类的 然后因为其实厨房的东西 其实我看到就会想要买 因为厨房我觉得干净很重要 很讨厌那些油烟 就是油垢在上面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 这些都是喷就是 譬如说我的那个琉璃胎 就是我的餐桌 然后也是洗碗槽 全部都可以喷 有时候是看心情 那你有时候想要用这个喷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喷 选不同的味道 选不同的味道 然后不同的工具 那另外如果那些 没有很悄悄 味道很复杂 喷下去 一擦就全部掉了 对啊 但是不要马上擦 就是你喷完之后 你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那上面的泡沫 去吸它上面的油脂 然后就干掉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再去 再用水稍微冲一下 然后再把它擦干 就好了 对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就有 你先吃 对 没有啦 它有柑橘口味 柑橘口味 味道 是要吃啊 我本身真的很喜欢 有香味的东西 你都买一些柏来瓶喔 很奢侈 日本 韓国什么 到处都用 香味的 洗洁剂有些 很多都没有用耶 有啦 我真的没什么用 你是不是其实根本没有煮 所以这些都有用 真的有煮 我很爱煮 还是你讲了这么多 只是为了讲给豪门听的 也是啦 你可以请我 我真的要帮他声明一下 他刚刚那个还没录影 他跟我說 我们这样阿姨都会帮我煮饭 因为那个饭到底是谁煮的 是没听力的 不是 阿姨也偶尔会帮我煮 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来一次嘛 平常我要自己煮啊 他这样子太奢华了 没有办法嫁入豪门 因为豪门一定要 像我们这种 一样啊 懂不懂 所以你现在还想要带嫁人 哪是好话啊 妳的用什么呢 我跟妳讲 以前啊 我们都会用这种泡沫的 其实这种泡沫的非常厉害 就是 比如说 我的抽油烟机啦 墙壁啦 你只要一喷上去 它马上大概十分钟内 就会变黄 黄了之后它就流下来 你一擦 整个就白了 对 可是我觉得我个人 因为我不习惯戴手套 所以我的手都会容易脱皮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学到了一招 就是用橘子皮 完全是不用花钱的 你用橘子皮 然后跟水下去煮 然后提炼出来的精油 它就可以直接来擦琉璃台 或者是地板 或者是木质的家具 都很好用 干净吗 而且很干净 而且它擦完之后 还有柑橘香 比如说我自己用的话 我是一杯水 比如说一碗水 然后三颗橘子到五颗橘子 的皮 或者只要是柑橘类 都可以 譬如说柚子 柚丁 柚子 柚丁 柚子 柠檬可怕 柠檬都可以 因为主要是要它的精油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用花钱的 娶我 娶娶 你已经带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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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哥抢走 我也要带谁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不要群起激愤 孩子我会照顾的 我想说你怎么都不说话 你现在是分手擂台就对了 主持人不了 对 不过呢 刚刚不管是有天然不天然的 有香味没气味的 吴教授 你再看呢 他这些有没有一些比较 你觉得稍微要留意 所以到底他要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所以到底他要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我很会选他 我很会赚 我先了解一下 我先了解一下 那个昌明你的家庭幸福吗 目前好像还可以 但最近他对我比较冷淡 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想要加入豪门 我会担心说你用错了清洁剂之后 虽然刚开始光鲜亮丽 但是这有很多清洁性的毒性物质 它是长期性的效应 等到嫁进去豪门了之后 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生产力 真的啊 就没有什么生产力 没有生产力 你想到生子啊 你过去有一个青春的 要把他贴没有用来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所以游子是比较重要 真的吗 你现在 你在讲的是某个巨大 游子是不是最重要 要小心一点 吴教授 像他那个专门强调要有气味的 危险性在哪里 那东西还蛮强效的 而且里面 不但是有气味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它好像做成类似 人家就是保养化妆品一样 里面还加了色素 还好是他还没有结婚 也许家里还没有小孩 但是有小孩 你一清洁过的时候 那些色素可能就残留在 你清洁的表面上 那些色素对小孩子影响就很大 有过动儿的疑虑 对啊 那个色素的种类 不只影响过动的部分 甚至也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智力 真的也是 因为我的智力有点问题 有耶 我们都有感觉 你已经在做害了 对 那其实你家 你家那一位 那位弦内柱 用的橘子皮 跟水拿去煮 对不对 其实是很好的做法 但是如果能够在里面 加一点酒精 它是用酒精吧 我也会加酒精 就要看你要清洁什么地方 对 加酒精的时候 会帮助橘子里面的这个油 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 酒精本身也有一个 蛮不错的清洗的效果 因为油脂类 像是家里有一些油腥奇异 比如花到什么的 你酒精喷一下 擦一下 比方擦 对 假如说有一个汽车的引擎 里面都是油脂很重的 对 我们是用高压的热水 高压的涉水就喷了 喷了之后 它自然就可以 因为这个水温 跟水的这个溶解能力的关系 它就干净了 压力跟温度加在一起 这个水的这个清洁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 是喔 那罐鱼的那一罐 因为之前他们那个 都是比较易壮高壮 它这个是比较固体的 对 那这种味道有没有问题 算是蛮好的产品 它确实也有橘子油的这个成分 对 也有介面活性剂在里面 还有一些抗菌的成分 但是也有香味在里面 香味 对 但是这个香味 其实是不必要的 香不香呢 跟干不干净是两回事 对 是两回事 但是它这里面 会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 介面活性剂是用哪一种 对 因为很多介面活性剂 实际上是有环境荷尔蒙效应 对 很多介面活性剂 现在常用的介面活性剂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常常就会伴随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一四二氧环极碗 叫一四第六三 大概都会存在 那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致癌 对 它听起来好像只要是非天然的 危险性就比较多一点 对 你们雅兰得一分 就是 取我 吴教授最爱你了 你还想要取我 你还想要取我 然后雅兰在做这个举子的时候 要提醒各位妈妈 因为现在很多举子 尤其到這個季節 它已經要放倉了 放倉就是它上面 可能會撒一些東西 讓橘子可以放久一點 然後用低溫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大概這個時候 過年前開始 他們橘子會做這些處理 那大家買橘子的時候 要洗乾淨一點 廚房裡頭 其實除了這些清潔用品 大家要小心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些 所謂的毒害來源 我們要注意呢 看剛剛有的用噴的對不對 對 最強的那個 用噴的 用噴的 或者是有泡沫的 通常那裡面 都會有很強的 揮花性的這個液體溶劑 第一個容易著火 第二個你呼吸進來的時候 這些有幾乎的溶劑 直接都是會溶解 它是溶劑喔 所以它會溶解 你呼吸道的這個黏膜 黏膜 所以這個 像這種就有點嚴重了 那我戴著口罩 我也稍微好一點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家裡用的這個口罩 那種外科的這種口罩 甚至到N95的口罩 都擋不了溶劑的 擋不了溶劑的 那些是擋小顆的粉塵的 那我們就噴完之後 我們快點趕快跑 就跑出去就好了 你還是要開窗 對 你還開窗 你到時候你還是要回來啊 你還是要回來 這兩位婚婚婚老公回去 我先把它吸乾淨 要開窗跟開吸油煙機 對 這樣子 而且很多媽媽在使用的時候 方法也不適合 她都這樣直接對著牆壁 牆壁在這裡 她就這樣噴 這個中間可能有三十公分的距離 它那個清潔劑都揮發在空間 對啊 然後你刷洗的時候 你比較用力 你肺活量要大一點 你就吸得去 不是 那你不隔三十公分 那你怎麼噴呢 我們就直接噴在抹布上 就直接對抹布噴 最少可以節省二分之一以上 然後再去擦這樣 對 再把那抹布去擦 不過素卿 有沒有用這個清潔劑 用到最後發生一些 其實有一些傷害的案例有沒有 真的有一個媽媽很酷 因為家裡幾乎都有 漂白水 那因為每次我們只要是 有什麼腸病毒 有什麼都會教大家說 漂白水稀釋 就是可以抗菌嘛 對 所以那個媽媽就都 通常她想法就是第一層 就是先用漂白水洗 因為她覺得有殺菌的作用 對 可是她坐在某個地方 她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好像這個東西弄不掉 那媽媽看到弄不掉 都想要用很強的東西 比如說她想說 廁所有一瓶鹽酸 這個東西這麼強 這麼強給它溶一點點 因為她想說局部沒差 就一點點 弄下去之後 就開始出現綠色的霧出來 她一開始還沒覺得 後來開始覺得頭暈暈眩 就送醫 就神燈就出來了 對 送醫之後 她就看到了神燈 一張開 你怎麼已經在醫院了 醫生就說 因為她是 你不要小看這兩個家在一起 之前曾經有一個國中 也就是 國中男生 不是每次分配去打掃 就很高興嗎 通常都會這兩個 對 然後就亂弄 鹽酸 這個人用鹽酸 那個人用漂白水 結果中毒 就因為他們一起打掃 通通亂混 就這樣 這個嚴重是會到什麼樣的 會死亡 因為綠氣是毒氣的 綠氣的腐蝕能力 甚至比那些溶劑都要強很多 天啊 這麼嚴重 它不是溶解的 它不是溶解的那種力道而已 它是 所以就是漂白水加鹽酸 就會這樣 鹽加上漂白水也會這樣 有些媽媽因為 剛好年前打掃 剛好是台灣比較冷的時候 所以她不論稀釋什麼東西 都會用熱水 可是老實說 當你用熱水 吸氏這些東西的時候 本來那個要蒸發出來 會發出來的氣體 會有更大量的氣體 會壞出的 對 所以你突然間覺得 很身體不舒服 其實是因為開始大量吸氏 所以也不建議說 什麼東西都用熱水去吸氏它 林老師 那我們現在在廚房裡面 有一些很棘手的油漬 不管是牆壁還是鍋子 那種黑 焦黑 大家都要打掃除 那個怎麼弄 很簡單 我剛剛介紹這個小蘇打粉 我們就可以 怎麼弄呢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鍋子 這裡面有這個非常焦黑的部分 這個我用手去戳 你看 它是戳不掉的 有很多都洗不掉 家家戶戶的 這個有辦法輕易地解決是不是 可以 怎麼弄呢 來 我們還是要戴手套 加一點冷水 溫水都可以 好 直接這樣 就給它刷下去了對不對 這樣太乾淨了 可以 那有些時候 你懶得刷 直接用水 好 老師 放開 看到嗎 真的耶 真的假的 而且你剛剛沒有用力啊 沒用力 他沒有用力 你要不要試刷 回家 我現在你用那個剛刷刷 所以用剛刷會比較快 對啊 剛才會守護鍋子 可是你剛刷鍋子會有花痕 對 對 這樣沾一點就夠了 對 一點點 那我現在刷這裡 這裡好不好 好 來 這一塊 對 幫你處理一下 黑頭粉刺也可以嗎 是不是黑頭粉刺呢 可以 想說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好 我這樣簡單刷一下 手臂力大功 來 看看 所以其實我們在大掃除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一個大鍋子 我們家裡那個撒龜那個大鍋子 就加大概七分滿的水 然後加兩瓢的小蘇打粉 然後把你小朋友的便當盒 對 那個便當盒有耳朵 那裡很髒 通通丟下去 湯匙啦 叉子啦 不鏽鋼製品全丟下去 然後一邊煮 煮的時候會有很多水蒸氣冒出來 對 那你的廚房裡面 就會很多很多的水蒸氣 附在那個瓷磚上 對 油汙就會軟化 然後那個 你的油便當盒也軟化 上面油汙也軟化了 然後便當盒也乾淨了 最後這一桶水呢 油汙再拿來刷水槽 而且好省耶 像那一包才幾十塊嘛對不對 對 二十幾塊 對啊 最重要的是 很多媽媽她都會用那個 清潔劑 尤其那種化學還有香味 那千萬不要 因為你放在這裡 沒洗乾淨 你又下去炒下一鍋 下一鍋又下肚了 對 清潔劑啊 所以你就用小蘇打粉 加一點點刷一下 水沖一下 沒沖乾淨也沒關係 對 不怕纏臉 如果小蘇打粉用完的話 還有一樣東西也很好用 去油 麵粉 對 或太白粉 麵粉也超好用 麵粉超好用 因為洗碗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麵粉 麵粉也超好用 真的 但是不要用熱水 因為用熱水 它就會勾勾 會硬要 算了 我們要想清楚 我們先拿回去啊 像我用那個極油槽有沒有 那個極油杯 它上面不是會有很多油 對啊 可是你很難清對不對 然後你就用塑膠袋 上去把極油杯拿下來之後 靠到塑膠袋裡面 撒了麵粉下去 因為麵粉也很便宜 把麵粉撒進去 之後 它吸了油之後 用報紙 不要的報紙 把它刮起來 因為麵粉只要吸了油之後 它就會結塊 結塊之後你就很好刮起來 然後就直接加水 然後加一點點 不搖手的那個... 那個洗碗筋 在裡面 然後綁起來 一個小時之後 拿起來清潔溜溜 真的喔 真的 那不同的清潔劑 也是要提醒大家 是不是最好不要混淆 對 然後不管用以外 妝品也很重要 有的媽媽這個瓶子用完了 空空的 我又買另外一個牌子 因為剛好打製 對 它又倒在一起 結果這個舊的加新的 不同牌子 可能會產生一些不良的變 真的喔 可是如果它人就全部都是標榜 廚房專用清潔劑 不同牌子也是不要混嗎 也是不要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配方 對 其實你知道之前日本曾經發生過 一個車站的爆炸事件 你知道那個爆炸超好笑 它就是有一個在餐廳工作的女生 然後可能要回家大掃除 然後剛好店長就好心地 給她一點點店裡的清潔劑 那她用什麼妝呢 她也沒什麼妝 就想到可能有飲料 鋁罐 她就把它倒在那裡面 就一度提著晃啊晃啊晃回去 就是那個清潔劑就跟鋁 就產生作用你知道嗎 就這樣它晃啊晃啊晃到車站就爆炸 那一次爆炸14個人受傷 所以你看鋁罐 你本來想說有什麼關係 可以裝鋁罐 其實鋁也會跟那個作用 所以不要亂裝罐 這很重要喔 容器要小心 而且我們在大掃除很忙喔 媽媽會想說 我買補充包回來分裝 沒有啊 然後我們又說不要用舊的 那怎麼辦呢 很多媽媽用寶特瓶 千萬不可以 也不可以 小孩子會誤喝啊 我自己曾經就誤喝搞不好 真的 我清潔劑 真的 我清潔劑買回來 我想說很大罐嘛 我就把它分裝到寶特瓶裡 然後我就放在角落 有一天我很口渴 我想說沒有水 我就直接 我以為那是礦泉水 直接拿起來罐 你知道我一罐下去 我馬上發現對不對 然後含住 然後我一個禮拜 都講不出話來 為什麼這件事 你看起來好像他都知道啊 你是他老公嗎 請問 你們問他一回回家 對 我怎麼都不知道這個事啊 剛結婚的時候 你就這樣冷落他 他常出外景 我很努力在外面打拚工作 對 他常出外景 一個禮拜都不能講話 你這家裡面 最天然萬用清潔劑 你有什麼來組裝呢 這個是最好的 如果水不行的話 就再加上小蘇打 小蘇打 對 小蘇打 你如果也只有小蘇打 這樣就遜掉啦 對啊 你不要說給林老師好不好 教授 老師已經教過了 對啊 小蘇打可以加在水裡面 也可以調成這個糊狀 來 湯匙跟你現場 調給我們看好不好 你是要萬用的那個清潔劑 很好用的那個清潔劑 很好用的那個清潔劑 很好用的 對 這樣說這一次 都不是有一個名字嗎 來 來 小蘇打粉多少 兩湯匙 三湯匙 好 三湯匙 這個是碳酸鈉 碳酸鈉哪裡買 大工碼都有啊 大工碼 到天水路去就可以了 好 來 好 來 加 一湯匙 就夠囉 好 再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是肥皂粉 肥皂粉 什麼牌子都可以嗎 一湯匙 天然的肥皂 三 四 五 好 一三五的比例啦 對 但是小蘇打也是三 一三五 然後把它均勻攪拌 五啊 這個就很強效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牛奶喔 然後要加水嗎 加水嗎 其實你如果說是要用叉的 你就調成糊狀 糊狀 不要加很多水 糊狀 那現在怎麼 我們加一點水進來看看 要嗎 可以 要加多少 你喊停喔 會不會爆炸 不會啦 他說吳教授耶 好了啦 可以停了沒有 沒有 要爆炸我拉了兩個墊底 還好我出最遠 你最有身價喔 這樣可以了 可以啦 那這個可以對付 像鍋子這個黑黑的嗎 可以啦 可以 好 來... 我們一樣 這邊也有黑黑的 我們現場清一下好不好 好 好 用這一個 來 吳教授 教授 我不能輸喔 來... 教授 這個要不要戴手套 如果要戴 當然是誰 好 來 這邊 我來刷啦 教授不用加入我們 這一塊 OK 我覺得今天這一場 這一場喔 訓練 我沒有 我不要很用力啦 我就稍微輕輕的這樣子刷 也有喔 對 來 看一下 有喔 我用背面的海綿把它稍微擦掉 給大家看 一樣耶 讚喔 一樣耶 包括那個排圓機那個杯子 是不是 肌肉杯也可以 對 就很油膩的都可以 都可以就對了 對... 那這樣子經過我們這個達人 教大家的撇步 我們以後對於廚房 那就簡單啦 搞定了 搞定了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頭痛的 就在廁所 對啊 特別是馬桶的污垢啊 還有這個煤 在台灣來講 一定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怎麼辦呢 像我之前買那個馬桶新的 它撕掉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些那個黏膠在上面嗎 對 然後呢 我就發現說 天啊 只要有關於膠類的東西 你想要把它煥然一新 你就只要像這種很像指甲油的東西 在旁邊塗一塗... 然後之後... 塗在哪裡 馬桶上 塗在...譬如說你撕掉那個膠條啊 上面 然後你就直接... 就是... 再用那個布擦一擦 就可以 它是全部都去掉了 因為它是去標籤用的嘛 然後包括... 有這樣的東西喔 這是去標籤的 對 然後或者是像什麼... 那個有時候多跑一點出來啊 我就... 給它用... 然後... 就過一回的時間 再把它洗掉 就覺得... 很好用耶 但我覺得它古實性好像滿強 那如果尿夠咧 尿肺也是這個... 如果尿夠... 這個尿夠呢 那個要塗很久耶 超級萬用 你知道嗎 對 你看它上面寫說 哪裡髒就噴哪裡喔 然後效果非常廣泛 清潔溜溜什麼的 所以... 其實像廁所啊 我也是用噴的 包括連腳腳邊有那個鎂的 對 我也是用這個 也用這一塊 對 就是包括連像... 就是有一些流理台上面啊 像我... 我有時候會插花 你知道像那個百合的那個辛蕊 掉在那個... 如果白色流理台的時候 它就是那個花瓣的那個... 很難弄掉 對 然後連漂白水都弄不掉喔 可是用這個... 超厲害 來 雅蘭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都是用那種... 譬如說馬桶專用的清潔劑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 不要的牙刷 然後不要的牙刷是可以刷那個 馬桶邊邊的那個 凹槽的溝縫 然後呢這個呢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不好刷 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用吹風機 把這邊一直吹... 吹熱 那塑膠遇到熱是不是會軟化 軟化之後你就稍微這樣子凹 凹下去之後它就會變成這個形狀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刷那個溝槽 你用手就可以了耶 很方便 對 但是因為... 它會燙過去 不是會有化學的那個... 不是 你不要讓它太熱啊 就是微熱它其實就可以彎了 黴菌的話 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Pepo 就是我會用 像我們有時候 譬如說洗澡啊 你可能沒有擦乾 那個silicon不是都會變... 對 會有化學的 對 都會變煤 然後牆縫都是煤 對 我忍受不住 所以我都會用那個廚房紙巾 然後加這個 超級好用的 漂白水 直接幫它敷臉 有... 就幫它敷臉 不會 完全不會 不會變形 然後就是它 我直接拿起來 大概敷個三個小時 拿起來之後 清潔溜溜 那需要再沖洗嗎 一定要啊 你就是再擦試過 就可以了 好 那小Call嗎 像這個其實也可以刷 就是我的浴缸 你還想用嗎 一開始我... 一開始我在做那個打掃的時候 我也會把那個什麼 門都關起來 因為我怕貓跑進來 但是這樣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整理到我頭雲 因為我在那個密閉空間 我整個人就吸那些毒氣 這個時候我還知道 要把所有的窗戶啊 就是我的門窗 全部都打開啦 對 那另外因為我非常重視味道 所以呢 我們知道 所以我在廁所一定會放一些 但是我又聽說 就是方香劑好像會有毒氣 其實我不知道 所以但是我還是會都放在那邊 就放一顆出息蛋 不是... 不是... 它是虛一草口味的 就是我會放在馬桶的旁邊 所以其實你進到我的廁所 你就會... 就會好芬芳地看 其實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現在如果說要去味道 或者是說讓... 讓它不會長霉的話 其實可以用那個 把它擦過就是廁所 因為不只不會長霉 而且它可以去除味道 真的嗎 對... 而且永遠不會長霉了嗎 沒有... 但你要長霉 沒有... 你... 你... 你去住帳篷啦 好不好 帳篷... 帳篷沒有廁所 我在思取知識 我還有一個小片包可以教大家 譬如說你在廁所裡面 可能有一些人是用磁磚 然後它可能縫縫隙會裂開 那時候會有一些霉菌 或什麼東西 會讓你的那個縫隙 會整個黑黑的 這時候你就把牙膏呢 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就有點像是磁磚一樣 把它弄成一條 好像補土這樣 補土這樣 對 先把它敷上去 把它蓋了 整個痕跡蓋起來之後呢 然後你再用全乾的抹布 然後也一樣用化圓的方式 因為這牙膏就會生入到裡面 對 它生入到裡面之後呢 你再用半濕的那個抹布 把它擦掉 整個就亮麗如新了 來 吳教授 所以其實如果是在廁所 你像尿垢 黴菌 其實很頑強 那這些清潔劑 其實你說它真的也要是 非常的強效 它的危險性在哪裡 其實第一個 有的 剛剛講有味道 大家如果喜歡有味道 我認為大家可以去用 天然的這個味道 你去拿一些比如說 肉桂樹的葉子 或丁香的葉子 你把它剪碎 剪碎了之後呢 把它放在袋子裡面 放在家裡面 那就會有很好的味道 即便是螞蟑螂 它都會迴避 真的喔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那請問咖啡粉可以嗎 咖啡粉 咖啡粉其實嚴格來講 是可以用來清潔 但是效果不會有這麼好 去味道沒有那麼好 因為其實我以前 在餐廳打工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個什麼 又有尿的味道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放冰塊 就是在尿爐裡面 那個只是讓它揮發 不要揮發這麼快 溫度下降而已 但其實那些東西還在 但實際上來講 要除霉這些東西 大家注意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這些霉菌 或者是不好的這些東西 把它去掉之後 但是留下一大堆有毒的化菌物質 那其實反而是髒的 用這個 我們所說的漂白水是好的 對 但漂白水有兩種 它有綠細的跟氧細的 有綠細的它是揮發掉的 但是用氧細的 那氧細呢 通常來講它不會這麼揮發 因為氧細 通常裡面會有比較強的 就是它所謂的這個雙氧水 OK 那雙氧水本身的揮發性不高 肺點很高 肺點很高 所以它不容易跑掉 所以它可以比較長時間的 幫你去除掉這些霉菌 那剛剛所說的 去除廁所的這一些清潔劑 小口說的那好幾種 對 裡面有什麼樣的什麼化學物質 它是容易傷害到身體的 裡面比如說有時候會加一些 很強效的就是氨的這個東西 因為影響神經 還有虎絲你整個這個呼吸道 對 所以有的是很強效的 但是其實要清潔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衛浴的這個設備的時候 對 我們剛剛最後調的那一個 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以林老師的角度 就是說我們這個 不管是尿垢還是黴菌 你的建議怎麼清 我建議如果媽媽的話 可能買不到碳酸鈉 我們用家裡的綠就可以了 就是漂白水 剛剛教出來講 OK 好 那我們就 什麼叫氧氣 就是你如果用來洗那個 鮮豔花色的衣服 那個就可以了 了解 那有些時候像馬桶 就是你只要晚上睡覺的時候 好 那個馬桶不要使用 稍微沖完水以後 拿一個衛生紙 敷在那個斜面上面 對 然後把那個氧氣的漂白水 倒在上面 因為它那個衛生紙 會吸那個濾 會吸那個漂白水 它就不會直接流下去 可以作用久一點 然後第二天早上 你再 再清就好 那素青 那這個大掃除 因為清潔用具 我們真的用的很多 有沒有辦法來辨別 比如說它比較低毒性 或是天然 有沒有辦法挑選 第一個水當然是最好 如果你能用水 然後變換溫度 變換壓力來做 這是最好的 那第二個部分說 你不能只用水 可能要加一些清潔劑的時候 就是要跟這個環保標章 對 因為至少這些環保標章 會確保裡面 可能沒有什麼人積分 或什麼這些可能 環境荷爾蒙之類的東西 對 那選好之後 如果你真的已經像小柯一樣 比如說 我已經不知不覺中 可能暴露到一些清潔劑了 那皮膚的接觸 當然就大量清水沖洗 那比如說沒有 就是可能吸進去 現在也覺得還好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抗氧化物的話 比如說像剛才那些 環境荷爾蒙的毒 它是可以代謝到 讓它幫助代謝多六成以上的 所以什麼是抗氧化物呢 就是你打掃完之後呢 男生除了出一張嘴之外呢 可以打一杯 新鮮的蔬果汁 各種顏色放在一起 讓它喝下去 因為這些新鮮蔬果 各種顏色新鮮蔬果 最新鮮的時候 它裡面還有很多抗氧化物 可以幫助你把這些環境荷爾蒙 或其他的毒素排下注 對 這是以前他們實驗就做過了 另外就是大量喝水 其實在所謂的這個大掃除 其實是長期的習慣 其實這個掃除不一定要大 對 哪邊髒把它弄乾淨就好了 對 不要因為說有這個大掃除 所以即便不髒的 大家也拼命地在那邊掃 用了很大堆 令人擔心的這個清潔劑這些東西 對 那出去到大環境 到最後還是會回到我們 對 還是會回來 對 大掃除每年 既然是要迎接新年必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希望大家的方法要對 輕輕鬆鬆事半功倍 那我們就要先認識清除 對 那麼年終大掃除除舊不新 飲好年 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得比較輕鬆 健康還是最重要的吧 沒錯 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